海北 万安 海北 万安 这样骑海飘昂的画面原本想要复制在大安区的成功国家广场上要来庆祝823炮战64周年 原以为是来营大票仓应该没问题 没想到里长给蒋万安一个软钉子 从民国90年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 三件事情公开场合是不碰的 一个是党派 一个是族群 一个是宗教 这个不是针对蒋万安 搬出社区原则 说不碰政治一失同仁 否则黄珊珊跟陈时中也要来怎么办 但蒋万安原本打算在这片广场 举办823纪念活动 凝聚蓝营支持者 没想到双姐碰壁 只好找上在地立委林一华聚桥 却传出被泼了一盆冷水 没有 其实我们跟各区地方的里长都有很多互动 那接下来我们也都会在各区跟里长紧密配合 中国在那个猫自行会吵到民众 这种反而是基于不要干扰到民众 造成负面 陈青说是怕吵到住户 因此把活动提前8月13号 用艺文活动的方式取代 蒋万安还特别在这场活动启动 发宣传上显示对这区的重视 当时里长也全程陪在身旁 但想拉拢里长的可不只有蒋万安 黄珊珊7月15号有来这边关怀的老人 我觉得都很感谢她 像柯市长对我们里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黄珊珊对成功国宅有多好 不止社区跑马登图文并茂 里长发行的月刊封面也有大篇幅她的身影 据了解黄珊珊用议员的模式当副市长 里长有她的电话随时都能找到人 加上日前顺利帮成功市长迁移 让黄珊珊累积不少人气 蒋万安的看板就算挂得离铁票舱 成功国宅再近 恐怕很难防得住 已经攻进城墙里的黄珊珊